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朱格 那我們今天影片的主題 我們要跟各位聊聊這一次 暗黑4D賽季 會有哪一些更新的東西 以及可以注意的事項 那有需要玩新賽季嗎 那我個人覺得是 如果你喜歡嘗試新玩法 你覺得暗黑已經玩得很膩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不 不妨嘗試一下新賽季 說不定會有一些流派的 新增或是變化 那更新幾個要點 那我們這一次第一賽季的話呢 是走一個惡意魔賽季 裡面主打的是一個模型 那模型是什麼呢 它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寶石 什麼綠寶藍寶 那只是差別是 它只能裝在護身符跟戒指 那你打到的護身符跟戒指 它會有對應的顏色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是有藍色橘色白色 那你打到的模型 也會有相對的顏色 你就是只能放在指定的顏色手勢裡面 那模型 它會有獨特的能力 比如說有可能有感電 那或許也會有增加什麼燃燒 然後也會有增加什麼冰寒的效果 所以如果這些 魔星的能力足夠強大的話 說不定可以帶來一個新的流派 不會像現在寶石就是 比較固化啦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 新賽季的話 它會有哪些可以集成的東西 目前可以繼承的話 是莉莉絲祭壇 然後已經開啟的地圖 然後還有主線的任務 但是有一點要留意的是 7月18號更新之後 你要登入你的目前進度最高的角色 然後呢 令所有的角色進度同步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有一個角色 莉莉絲祭壇已經全部都開了 那我記得去登入這個最高的角色 好讓我的其他的角色 包含我要開7月20號賽季的角色 莉莉絲祭壇全開 所以如果你莉莉絲祭壇 還沒有全開的玩家們 記得找時間把這些進度補一補 這樣子你新的賽季 第一賽季你莉莉絲就不用衝跑了 但是哪一些要衝跑的呢? 比如說傳送點 然後地層 然後還有一般的支線任務 都需要重新完成 那新的賽季會有新的賽季的任務 那新的賽季的任務的話 可能都跟寶石 跟這個模型有關係 那目前的話就是等它後續再公佈 那還有講到哪一些點呢? 地獄浪潮會掉獨特的裝備 所以如果譬如說你 缺一些特別獨特的裝 比如說去帽還是什麼的 那在地獄浪潮去開箱子 說不定就有更高的機會可以開到 然後此外也會新增傳說裝跟獨特裝 那至於新增什麼傳說跟獨特 它目前就沒有講到 所以也要等後續的公佈再說 好那再來的話 新賽季也會有一些任務 任務的話會有分7個章節 每個章節會有9個任務 那你只要完成其中7個任務 就可以獲得該章節的獎勵 等於是你不用全做啦 因為或許裡面有一些任務是比較討厭的 什麼PVP啊 或者是要跑幾個地層啊等等的 注定有些人很討厭 那你只要完成7個就可以進入到 下一個章節了 那章節完成的話 會有戰鬥通行證 那這個也是在目前沒有開榜的 那如果你有買什麼中級版 像我買什麼中級版的 那你到時候就會有付費的通行證 那通行證的差異點在哪裡呢 就是有灰燼 然後這個灰燼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升級 升級你的這個賽季祝福 好那其他的話其實主要 看這個人鐵防具的能力啦 還是說就只是外觀而已 不然的話我覺得大部分外觀 呃就就就就只差強能力 好那這個灰燼的話可以做賽季祝福 賽季祝福的話可以提升你的 在新賽季裡面 好比如說可以獲得魔性的加成率 好增加藥水的恢復度 然後增加練功的經驗 好所以這個如果你要玩新賽季的 那多解 我覺得一定是沒有沒有壞處的 好目前大概就這樣 那最後要不要玩新賽季 我覺得就是就是 嘗試一下新玩法啦 因為不然的話 現階段的版本大概 玩了一個多月了嗎 練了兩隻角色滿等的其實 其實也差不多了 除非你想要一直玩新角色 就不同職業 不然那個職業 玩的玩到100等之後 其實就很難再有動力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是這樣啊 我不曉得你們是怎麼樣 好所以我我蠻期待的 那下一個重要的點大概就是7月18號 記得把你的進度更新一下 好不論是主線任務 好或者是祭壇 好還有已經開啟的地圖 記得把它處理處理好 好那大概是這樣 那以上是這一次新賽季的內容 如果後續還有什麼更新的話 會再分享給你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了 喜歡這一型介紹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 感謝你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大家掰掰